我们敬礼传承主司,敬礼了名和尚,敬礼撒家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喀玛巴,敬礼图灯大吉上师。 我们敬礼谈诚三宝,敬礼今天父母的祖尊,大随求菩萨,奥玛哈佛拉蒂萨洛沙哈。 师母,丹尊格尊徒登师弟,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 以及各位同盟,还有网路上的同盟,大家午安,大家好。 三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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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平均 小米 鸭皮 鸭鸭鸭 こんにちは 那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 8月13日下午3點PM 是 這一尊附魔很少 很少有 奇隆白財神的附魔法會 好久 很久沒有做了 這一尊呢 是 財神 奇隆白財神 這一尊是 那個 是 王財神的兒子 王財神的兒子 是奇隆白財神 應該是吧 這一尊的 求財方法 跟人家不一樣的 你需要這個 做一個 很大的水缸 或者是那個 小孩子沐浴的那個 浴盆 裝滿了供養 黃財神的水 已經供養過黃財神的水 倒進去 跟一般的水混合在一起 然後要做一條 木船 木頭的船 剪成船 剪成船型的 木頭的船 可以放在水面上 然後再點一根 白色的蠟燭 在這個 木頭的船上面 那 在這個 浴盆 大的浴盆 旁邊 寫上所有 ROTR號碼的 ROTR號碼的 全部寫上去就對了 它有幾個號碼 你要寫多少號碼 好像這個 大樂透 有幾個號碼 你通通都要寫在這個 浴缸的旁邊 那你平時供養 白財神的水 它最重要是沐浴水 沐浴水 修法稍微不一樣 要談這個沐浴水 它喜歡水 喜歡沐浴 所以它沐浴過的水 你把它倒在 那個浴盆裡面 跟水 一般的水混合起來 那 當然它這個 你必須要念它的咒語 念白財神的咒語 把蠟燭 白蠟燭點起來 把這個船放在這個水 浴盆的中央 然後看它跑到哪一個號碼去 它會跑 來的時候不一樣 來的時候不一樣 那個木頭的小船呢 它本身載著那個白蠟燭 點亮的白蠟燭 一直念它的咒語 它會跑 然後跑呢 跑去那些號碼 一個號碼 一個號碼 你把它撿起來 然後照著那個號碼 去買樂透 去買威力財 它的求財 它的求財方法不一樣 那個 那個 有沒有人因為白財神法而中獎 有的 用這個方法 有的 那時候交過的 我記得這個法會 是在那個 一個墨 一個墨 還不是墨 那是帕克 麗爾利摩爾巴克 塔站盆起行的 塔站盆起行 那一次好像有一個西藏的佛佛 是金美倫波切 也來參加了 金美倫波切 就是奇隆白沙神傳法的時候 他有來參加 他有法本嗎 應該有法本吧 你們看過奇隆白沙神的法本嗎 他如何修法 修法有修法的儀軌 求財的時候是不一樣的 你在那個浴盆的那個旁邊 這個念咒 那 點著白蠟燭 那個 放在那個船上面 那個船自己會走 那船的底下 抹一點蠟 抹一點蠟讓它比較滑 在水面上 那外面都不能有轟 轟吹那個船 不需要轟吹那個船 那船自己會飄 如果它來的話 會走得很快 船會走得很快 等於是說 白沙神就在那個船的上面 然後去找那些號碼 肉透獎的號碼 他去跑到那個旁邊 然後你再給它拉回來 然後再找第二個 他又會跑 第三個 第四個 或者他自動跑 好像跑六個號碼 七個號碼 這樣子 這樣跑出來以後 你把它登記起來 從小到大 然後就去開始簽樂透 這一棋不中 就等下一棋 下一棋不中 還是等下一棋 看他跑的那個號碼出來以後 你一直用這個號碼去買 總有一棋你會中 總有一棋你會中 有人中過 告訴大家 這個是很特別的 齊龍白財神 但是那個浴盆的水 一定要加上他的本身 供養白財神的沐浴水 沐浴水是什麼叫做沐浴水 很簡單 就是一般的水加上的肥皂粉 就是沐浴水 一般的水加上的肥皂粉 就是沐浴水 八貢裡面好像也有沐浴水 八貢裡面有貢沐浴水 你用就貢八貢 供養白財神 供養完以後就拿那個沐浴水 倒在浴盆裡面 跟一般的水混在一起 坐那個船要很注意 就是它會浮在水面上 木頭會浮在水面上 底下用一點蠟 抹一點蠟 它會滑 然後再加上白蠟燭 放在中央 不用轟去吹它 那當它來的時候 那個白蠟燭會產生 啪啪啪啪啪 或者它的光會特別的亮 那個蠟燭開始亮起來很亮 然後船就開始移動 就會移到那個 自動會移 移到那個號碼 你不要 但是你這個地上一定要平 不能歪這樣子 不然船都跑到這邊來 地上要平 水要平 然後讓它自己飄 飄到哪個號碼 就是哪個號碼 把它記下來 是這樣子 這很特別 很特殊的 這個千萬要記住 不要睡覺 睡覺你就忘掉怎麼做 不要錢的啦 對錢沒有興趣的啦 把錢打死的啦 就不用足起 最近必須要有恒心 你有恒心的話 你跟它求 每一次求 求一次 求兩次 求三次 然後到最後 它號碼 全部取錢了 就按照那個號碼去買 有一天啊 你會睡不著 如果有老婆了 你會抱著你的老婆 跳一個晚上的舞 會有靈有燕的 跟大家講 今天是大水球菩薩 追尊最多人 因為它就是一燕金剛 也是叫做一燕金剛 大水球 隨求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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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求什麼給你什麼 它不只是說隨求借運 它的這個經典 它的這個經典 非常的長 這個普遍光明 清淨直勝 如一寶 印心無能勝 大明王 大水球 陀羅尼經 它的經典的名字非常長 它也是非常靈驗的 大水球菩薩感應傳 大水球菩薩感應傳 有第三件 在有各種靈驗 你只要受持 讀送 書寫 傳步大水球菩薩 另外 另外 聽文 授持 讀送 書寫 傳步大水球 陀羅尼 這個能夠讓你火不能燒 獨不能中 这个免除很多的地水火风的灾难 可以降伏厌敌 可以破无间地益 可以破无间地益 除种种的灾难 还有生产安乐 小孩子生产会平安 没有什么痛苦 另外还可以免除亡难 免除亡难 种种的功德 这个普遍光明 清净直胜 如意宝印 心无能胜 大明亡 大随求 多罗尼经 他所记载的 那个 我昨天不是讲了吗 释迦摩尼佛以这个 他本身的马鞭指着 耶稣陀罗的肚子 结果耶稣陀罗 他就有小孩 那个小孩 那个小孩叫做 罗吼罗 他有小孩的时候 当时那个 释迦摩尼佛 早就到了灵山 他早就去修行 他突然间有小孩 所以他被丢 耶稣陀罗 被那个净犯王 把他丢到这个火坑里面去烧 这个有两个说法 一个说法是 但是释迦摩尼佛知道 耶稣陀罗有难 他是从桌上拿一滴水 然后弹了一下西空 这个水 就去把那个火给他灭掉 释迦摩尼佛在灵山的时候 知道自己的这个妻子 妻子 有这个灾难 然后 他就是从桌上 沾来滴水 往空中弹 一弹呢 这个水 就把那个火给他洗掉 这是一个传说 另外一个传说就是 大水球 陀罗尼经里面记载的 这个 罗吼罗同志在他的母亲 耶稣陀罗的胎内时 这个母亲啊 被投入火坑的时候啊 罗吼罗 在母亲的胎里面 意念这个陀罗尼 就是咒语啦 OM Mahabradi Sanlo Soha 你们不要念错了 念成 OM Mahabrata Sanlo Soha Brada是名牌 Brada的皮包 Mahabrata 也是很有名吧 这个 所以他意念这个咒语 这个火坑化为 这个莲花池 火坑就变成莲花池 所以他说是 罗吼罗 在他的母亲的肚子里面 因为意念大水球的咒语 那这个火就熄灭了 变成莲花池 这样子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感应的 摩加陀国国王没有儿子 用这个Mahabrata Sanlo Soha 把这些咒语把它写起来 然后带在夫人的脖子 这个夫人没有小孩 带在这个夫人的脖子 然后求小孩 就有小孩 大家知道怎么做 就是把这个 OM Mahabrata Sanlo Soha 把这个黄文 写在这个红布上面 然后把它绑起来 用红线绑起来 掉在脖子 你要求小孩 你就掉走 然后跟 跟这个大水球菩萨球 就会有感应 求小孩子会有感应 这个夫人呢 她就有了小孩 那记得修这个大水球菩萨华 一共有八个一手印 八个什么 是内五孤印 其实 他讲的内五孤印 十人金刚印 大威德金刚印 尊圣佛母印 三孤印 丹孤印 虚空场印 及番茄印 最主要是番茄印 番茄印 你要磨这个 番茄印 你要磨三项 磨三项就触动 这个 然后 磨三项 就触动大水球的心 他就知道 然后再跟他求 就有感应 老婆欠老公讲 不要老是爱喝酒 酒会误人一生的 老公讲说 无所谓啦 因为还没有结婚以前 我跟你喝酒 那一天 我喝过量了 所以就失身了 所以误了我一生 早就误了我一生 老公失身了 喝了酒以后 他就失身 爸爸问 爸爸问老婆 老婆 我的刮胡刀 为什么不立了 老婆讲 昨天小明拿你的刮胡刀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 爸爸就问小明 小明啊 为什么我的刮胡刀不立了 小明讲 我没有觉得不立啊 我昨天拿来削铅笔的时候还是很立的 很好笑 小明问爸爸 爸爸问你一个问题 捷运上有五只羊 后来又上来了一只狼 请问到站后还有几只羊 爸爸说 嘿 你想骗我啊 连半只都没有了 全部被狼吃掉了 小明讲 错 还有五只羊 因为在捷运上不能吃东西 我们进入主题 你问我答 新加坡莲花一才问的 尊贵的根本上师连身佛佛 师佛从金刚经到维摩结经的开示中 让众弟子们在千古茫然不解的佛法谜团中 被师佛接地气的波云渐渐渐渐渐渐 从你这些一时的存在感 被认为我是存在的 这种实实在在的接受 一般人是很难放下的 除非行者能放眼气思维 若是有一天 所有熟悉的接受不见了 比如死亡或者禅定中 这时候才能够体会 为何这个我是犯受 也能逐渐体会 师佛所说的无我 弟子有以下两个问题 是从这个观点延伸 请师佛指点谜 1. 若是一个修行者懂这些道理 因为因缘所故成了植物人 若没有身体其他的接受 除了剩下意识活动 这个过程是不是等同在中阴身的过程呢 这个对于行者去认取 印证无我是不是一种助言呢 他说说变成植物人以后 会不会变成这个无我的助言 他的意思是讲说 你如果变成植物人 那都不能动 只有意识 还是有意识 植物人还是有他的意识在 会不会是一种助言 帮助你修成无我的助言 他是问这个问题 我没有当过植物人 大家也不是当过植物人 也没有当过植物人 这个问题应该去问植物人 有时候植物人是可以认字 他可以认字 你笔什么字给他看 是或不是 你看看你的朋友 你的亲戚哪一个是植物人 你写是跟不是 你是不是无我 还是不是无我 然后你用笔子给他看 有些植物人眼睛是张开可以看的 然后他眼睛闭几下 眼睛可以动 眼睛闭两下就是表示不是 闭一下就是是 你去问他 这个跟这个讲新加坡莲花异财 你去问直接去问植物人 因为我没有当过植物人 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无我 植物人剩下就是义士而已 谈到昨天那个博士 纯健博士问的 他问什么是是 我们不是讲过很多了吗 眼是 眼耳比舌生义都是是 还有义根也是是 阿赖亚也是是 就是这个 眼耳比舌生义 一共有八是 还有第九是 就是无寇是 密教甚至有第十是 第十个义士 就是这样 由粗的到细的 眼耳比舌生义 义根 然后到阿赖亚 这个就是八是 你问什么是是 我就现在 现在干脆就跟你打他 他问了也是义士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 你问什么是智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根本智 分别智 一切种智 就主要就是 根本智 就是无 空 那个分别智 就是有 一切种智 是空跟有 加起来 就是一切种智 这就是智 就是跟 昨天那个 纯健博士 他问的问题 什么是是 什么是 知 如何转 我说驴都会转 你身体也转看看 你自己也可以转 如何转 转的层次 大力一点就大转 小力一点就小转 怎能够这样回答你 好 师尊 好好 你讲 因为师尊 这个佛教讲的无我呢 是无我的时候 你会启发这个佛的智慧 但是他讲这个植物人 是接近白痴的时候 那就是完空啊 所以会不同的呀 他的无我跟那个无我 是完全不一样的呀 一个是变很有智慧 一个变没有智慧 好好好 请坐请坐 请问你当过资物了 我们都没有当过资物了 那是理论上的啦 你讲的当然是有你的道理 对不对 然后我讲的当然也有我的道理 因为每个人的理论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理论是不同 那你讲的当然是也是对的啦 但是呢 我们没有当过植物人 实在是不能替植物人讲话 只有植物人他自己本身知道 是不是无我的助言 这个我当然不能叫你说 你去当植物人试试看 没有当过植物人实在是不敢随便讲 说那个时候去体会无我 当然其实当植物人是很伤心的一件事情 真的 这个植物人本身当然也痛苦 他的看护更痛苦 他的亲人更苦 我记得好像 北英尼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的仪队的指挥吧 仪队的指挥 王晓明嘛 很有名的这个他当植物人 结果呢他的父母 这个看护他 这父母都 都走了他还没走咧 结果换他的兄弟姐妹来看护他 这兄弟姐妹都走了他还没走咧 天哪 所以真的当植物人是不是无我 真的是 哎 其他都是这样的 这是理论啊 若是佛菩萨原是无我 他们是如何从无我中迷失自己 变成有我呢 佛菩萨大部分来讲是倒架持航 他是来沙佛世界救度众生 像唯摩洁啊像释迦摩尼佛啊 他也是当过菩萨 释迦摩尼佛行菩萨行 有几百世的菩萨行 到最后在沙佛世界成佛 不过 真的有真的是有格式之名啊 真的有格式之名 像我我以前都不知道什么 我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啊 就是在义房工嘛 姚子金母显现啊 还经过人的指点啊 就轻衣夫人啊 林千代啊 吉尔桑啊 他叫我的名字啊 我去御房工 谁也不知道我的名字 叫我日本名字啊 我日本名字叫做卡子 卡子 卡子就是胜利的胜啊 卡子 伊寇就是燕啊 卡子伊寇 他就叫我的日本名字啊 你们这里有一个人名字叫做卡子的吗 大家都不作声啊 剩下我一个 那我父母都是叫我卡子卡子嘛 他说我就说 我就是卡子啊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我听说义房工的现在的负责人 这次法会会来 这次法会 负责人 会来 我在义房工的时候啊 就是清衣夫人 林千代 叫做 这里面有一个叫做卡子的 要是金母要找他 那我就走到前面啊 那我就走到前面啊 走到那个 那个坛城前面 我就是卡子啊 什么事 他说你跪下来 跪下来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跪下来就知道了 我真的跪下来 他说叫我合掌 我就合掌 合掌 咦 开始了 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就有光出现了 就有地藏菩萨 阿弥陀佛 姚迟金母 三尊都出现了 而且跟我讲话 义房当地 大地还搬了一个红色的 就是第四天搬了一个红色的 写了几个字 给我说这几个字是送给你的 就是这样子啊 我说怎么办啊 那我什么都不会 那个基友长跟我讲 你将来要度众生 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啊 哪里 我能够度众生 他说你将来自己就会 真的回来以后 那当天晚上 带我去看 我告诉你 莲花童子是从哪里来的啊 指着这个光灿灿的白光一直闪 闪电 一直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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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就是莲花童子 记住了 那个就是莲花童子 你的前世 将来要度众生的 就这样子 每天晚上来传法 就请来一个三三九吼先生 每天晚上来传法 都传一个小时吧 就是从晚上你睡觉的时候 开始传一个小时 每天晚上在自己的宿舍里面 三年传法三年 叫你出来度众生 然后带我去拜师父 佛不上言是无我 我本来也是无我 他们如何从无我中迷失自己 变成有我 我就是到时候变成有我 有我来以后呢 他叫我度众生 我又悟到什么叫做无我 就是这样子吧 命中注定了 命中注定了 只有基友赏他也没有想到 我会度那么多人 那林千代啊 林千代你们也看过吗 那时候还在吗 那时候 他们跟着我的时候 那个基友赏还在 就是他叫我的 他原来是那个花莲 石碧布堂的里面的 堪盟 千王的师父 有几个 那时候就是林千代 还有一个就是 阿贱阿贾 还有一个阿贱阿贾 还有一个叫做 李天寺 这几个人在益房宫堪盟 然后林千代叫我 叫我的名字 就这样子 因缘即合 你虽然你已经迷失了 来到沙伯世界 你已经迷失了 但是总有 会点醒你的时候 把你点醒 你就醒过来了 佛菩萨原来是无我 他们 他就要到沙伯世界度众生 但是有格式之迷 迷失了以后 但是总有人点醒 他又会变成无我 是这样子 我这样回答 这个新加坡莲花仪财 问的 我也是不知道 我也格式之迷 我不知道 我以前前世是莲花童子 就去益房宫 其实益房宫很小 是很小的庙 到现在都很小 以前的住持施慧能 施慧灵 他本身来讲 他有准备一笔钱 然后在这个 那个地方 叫 是大坑吧 是大坑吧 还是太平那边有一个地方 买那块地 准备盖 听说有盖 盖来以后被火烧掉 又没有了 还是现在还是在老地方 还是很小 在台中立行路 你知道世界上 谁最花心吗 是男人 不是 是谁 因为他可以泡茶 泡面 泡牛奶 泡咖啡 什么都泡 你的男友那么丑 两个女生在对话 你的男朋友那么丑 你怎么还会跟他在一起呢 另外一个女生讲 你只看到他的丑 我看到是他的才华 另外他的朋友讲 他有什么才华 他 他能够单车 单手 开法拉里 还是钱啦 富二代啦 小明讲 有一年的数甲 我妈妈把我的游戏机 藏在我的书包里面 结果害得我 一个数甲都没有玩到 笑不出来 很好笑耶 想一想 他的妈妈把他游戏机 藏在他的书包里面 结果他一个数甲都没有玩到游戏 可见他一个数甲都没有读书 他只要放开书包 游戏机就出来了 知道吗 好我们进入这个维摩节经 诸长者子言 居士啊 我闻佛言 父母不听 不得出家 这个 这些长者子 对于摩节讲 我听到佛 释迦摩尼佛讲 如果 父母亲 不让你出家 是不可以出家的 这句话 这个释迦摩尼佛可能讲过这句话 出家要父母同意才可以出家 父母不听不得出家 圆摩节讲 然 然 如等便发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四季出家 你只要发了道心 发了菩提心的 你只要发了菩提心的 就是真正的出家 就是真正的出家 不一定要有仪式 出家不一定要有仪式的 你只要发了道心 你就是出家了 他说你只要发了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他们讲说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这是台语 阿入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四季出家 就是出家 因为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就是我妈妈经常在念经的时候 我听到她念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听说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听说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比较接近于巴力文 比较接近巴力文 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你只要发了这个心 就是出家了 这是最重要的 你发心出家 比形式上的出家还要重要 现在我们的出家人有时候 跟我讲说 师尊我要还俗 我就回答他 你本来就俗啦 不用还 你本来就是俗嘛 你还还什么俗 你从出家到现在 你都没有发菩提心 你都不知道道心是什么 什么是道心呢 虽然你出家 你做的行为是俗世的行为 是世间的行为 你根本没有有一天 你的道心 根本不坚固了 你根本没有道心嘛 你没有发出道心 你没有追求佛法的心 你不过是在混饭吃而已 你哪里有出家 所以当他跟我讲说 师尊啊我要还俗 我说你不用还俗 你本来就俗了 你根本没有出家嘛 所以为什么要还俗 那头发留起来你就俗了 随便你啊 你去结婚就结婚啦 对不对 去娶婆就去娶婆 去娶婆生儿子 你本来就俗啊 你还要还什么俗 发了道心了就不会退啦 我告诉你 会退的都是俗啦 那要退什么道心 要道心坚固 你已经发了道心了 就不会退了 除非你没有发出真正的道心 你不过是衣服在上面 那 把头发理了 穿个出家的衣服 做的是俗事 念头是俗的 这个想的身体 意念全部都是俗的 根本没有一天出家过嘛 发了道心的 就是真正的出家 虽然你表面上你没有出家 你还是出家人 你就是出家人 所以威莫姐姐讲了 你看有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你已经发了道心了 你就是真正的出家人了 父母不同意把头发理掉 那你就不用理掉 你还是出家人 那些理的光头的 理成光头的这些光头 不一定是出家人 因为他没有发道心嘛 他说你只要发了道心 你就是得了祭族戒 祭族戒 什么都成了 就是出家的祭族戒 沙弥戒 菩萨戒 比丘戒 三种戒 三坛大戒 就是祭族戒 沙弥戒 比丘戒 跟这个比丘 比丘尼戒 还有菩萨戒 就叫做三坛大戒 经过三坛大戒的仪式 就是真正的出家人 那是发了道心的 你发了道心 便祭族了三坛大戒 你是菩萨 你也是比丘 比丘尼 你也是沙弥尼 沙弥尼刚出家的 刚出家的小孩子 都叫沙弥尼 而是三十二长者子 这三十二个长者子 借花 阿尼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这三十二个长者子 都发了道心 听到这些话以后 就发了道心 所以这个罗吼罗 对他的 对释迦摩尼佛讲 我实在不能够胜任 去问维摩羯的 因为我没有他的这个智慧 没有他的变才 所以我不够格去看他的兵 不够格带着所有的大众去看他的兵 大家这一段 就这样子讲 其实出家不出家 有时候想一想 你保有你自己的道心 光明心 做任何事情 都是神圣的事情 你用你的道心去做任何的事情 都是属于神圣的事情 都是神圣的 如果你失去的道心 没有这个道心 你做任何事情 都属于俗世的事情 虽然我们现在也是俗人 世俗的人 在撒佛世界里面 世俗 但是你保有这个心 就像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 一行浓湯 但是不一定有理 圣经里有一句话 一行浓湯 不一定有理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你只要有这个光明的心 你有道心 像微摩羯一样 什么都可以做 打牌 play ma jang play ma jang 你可以不可以打牌 出家人可以不可以打牌 在家居室可以不可以打牌 可以 可以不可以去赌场 为摩羯ua 这 我来说 你不怕 moments 全都可以打牌 貴人、王公、大臣,他也結交 名,他也是很有名 維摩傑在他的國度裡面 他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個長者 他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個長者 出家人可以去基尼戶嗎? 按照戒律,按照選教的戒律來講,不可以 可以去賭場嗎? 按照 選教的戒律,不可以 可以打牌嗎?可以打麻將嗎? 按照出家的戒律,也不可以 也通通都不可以 但是維摩傑講說 通通可以 只要你有道心 你的道心還在 你去到那裡 你以你的道心去影響 那個基尼戶的基尼 到武廳 影響這個武廳的無你 到 你的道心堅固 道心還在 你以你的道心 去打牌 也是可以 那只是一種遊戲 不影響你的道心 你這個 Plan Marjam 可以 不影響你的道心 是可以 如果影響你的道心 輸了 你就很痛苦 贏了你就很高興 那就是影響你的道心 輸了 就輸了 贏了也就贏了 也不喜也不憂 你能不喜不憂 擁有你的光明心 那是可以 那是可以 不管是基世 基世 這個 游薄儀 游薄塞 男的叫游薄塞 你的叫游薄儀 都是可以 這個道理 這個道理就是這樣子 這個 道心是很重要的 我經常講光明心 因為 十六四大寶皇跟我講 我問他 我問說 這個 師傅 我 你教我 一個最重要的 告訴我 我要以後要怎麼做 他跟我講 你要保有你的光明心 十六四大寶皇跟我講這句話 他說 你只要你心中有光明 保有你心中的光明 Kamaba 跟我這樣子講 保有你心中的光明 就行了 這個是最重要的 你心裡如果 受了影響 心變成黑的 或者變成斜的 歪的 有不好的念頭 怎麼樣 沒有光明的心 那就是濕氣的道心 沒有道心 這句話很重要 保有你自己的光明心 因為是十六四大寶皇 Kamaba 把這樣子跟我講 你要保有你的光明心 就是道心 昨天有談到密行 其實白教的祖師 蒂洛巴 納洛巴 瑪爾巴 瑪爾巴 密勒日巴 通通都是宜家史 蒂洛巴 納洛巴 瑪爾巴 密勒日巴 都是宜家史 到 到 到 江洛巴 就不是 江洛巴 江洛巴 他本身就是 僧團裡面的 正式出家的 正式出家的 和尚 他跟密勒日巴 拜密勒日巴為師 學密勒日巴的法 這是傳到 江洛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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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身就是 生團裡面的 出家中 他是從生團的 裡面出來的 所以從 江洛巴開始 他就不是宜家史 江洛巴不是宜家史 以後傳下去的 喀馬巴西 他傳給喀馬巴西 第1世的大寶法王 到現在第17世的大寶法王 這樣子傳承下來 大部分都是有生團 那時候大部分都是有弟子 有生團 有生團在一起生佛 像我們 Tura School 就是有生團 有他的組織 有中委會 然後有上司 有講師 有助教 有教授師 講師 助教 還有堂主 還有很多的 這個 試堂會 大家一起生佛修行 一起共修的 這個就不是宜家室 昨天宜家室 跟生團 的分別是在 這樣子的 這就是 簡訊吧 這位小民的簡訊 我剛剛幫了一個人 小民家室 他的這個 媽媽問他 真的嗎 小民給他簡訊 他說他 一千塊錢不見 沒有錢 踏車回家 我就借給他三百塊 給他踏車 給他踏車回家 他媽媽問的 這個他的媽媽問的 問小民 說不定 他是騙你的啊 怎麼你直接借錢給他呢 小民回答 因為我撿到了一千塊錢 他掉的就是他撿的 一個小姐問他的男朋友 跟他的男朋友簡訊 我大姨媽剛走 晚上要不要來我家 這個他的男朋友回答 他說 我們認識才一個月 連你的家人都不認識 守靈這種事情 我是真的沒有辦法做到 這個男的真的是混蛋 不是混蛋是笨蛋 我大姨媽剛走 這也是簡訊的笑話 一個女的講 我喉嚨好癢 一直咳嗽 另外那個人給他回答 會不會是花顏 還是我去幫你買藥 這個你的用簡訊 不用啦 不用 不用幫我買藥 你去幫我買那個 那個雞翅膀 乳雞翅膀 鹹酥腳 鹹酥雞腳 沒有啦 鹹雞腳 就可以了 他說那你 買這個做什麼 讓這個鹹雞腳 讓他進去幫我抓癢就可以 好 好 我們來賠償 谢谢大家